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三部分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 我们比较优势值真正丧失了吗 经济增长就不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增长级了吗 不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靠的也是国际大环境 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我们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 当时在很长时间里 我们是把我们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迈向全世界 占领了全世界的市场 赢得了全球化的红利 在全球我们利用的是一个什么机会呢 我们把它叫做验震模型 大家看那个大验飞起来 是形成了验震的状态 有一个领头验 其他的验子追随在他后边 那么很多经济学家呢 把东亚的这个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 比作一个验震模型 比如说早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 日本不是今天这样 日本那时候是生产是服装 鞋 玩具 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但是后来日本收入水平提高 劳动力短缺 它就不生产这些就没有比较优势了 它就转向资本密集型 钢铁呀 甚至彩电呀什么的 那么它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呢 转向了亚洲四小龙 亚洲四小龙后来 劳动力也短缺了 工资提高了 比较优势丧失了 它再把这些产业转移到 比如当时有东南亚 吴小虎啊等等 那么后来我们的改革开放 它就进到了中国沿海地区 这就是劳动力不断地在国家之间呢 不断短缺 产业不断地转移 人们把这个叫做验证模型 像大验一样 但是呢 我们今天劳动力也短缺了 工资也上涨了 这个比较优势看上去也消失了 整个红利消失 比较优势就会弱化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想呢 可以提出三个拓展版的比较优势 大家可以注意啊 说未来 我们要在这三个拓展版比较优势中 去找到自己的定位 观察中国产业发展的趋势和自己 如果你要创业 或者要选择你的投资方向 你要去关注这些点 那么第一个比较优势拓展版呢 是要从产品贸易到价值链贸易 这个大趋势 你要注意到 那么含义是什么呢 过去李家图比较优势学说 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国家之间要进行贸易呢 是因为国家之间各有各的比较优势 有的国家劳动力便宜 因此呢 他就把劳动力凝聚到 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中 服装 鞋帽 有的国家资本便宜 资本丰富 技术多 他就把这些要素呢 凝聚到产品中 比如说汽车 比如说电脑 那么因此呢 说那个时候呢 交换的是产品 中国和美国交换 和日本交换 交换的是产品 但是呢 背后交换的是生产要素 我拿我的劳动力 去交换的 它的是资本和技术 表面上看呢 产品贸易 但是呢 人们后来发现呢 越来越多的世界贸易 从产品贸易 转向了价值链的贸易 它含义是什么呢 当年人们会说 说我具有生产劳动密集型的 比较优势 我具有生产服装的比较优势 德国人说 我具有生产大众汽车的比较优势 那么现在没有人说了 最典型的是苹果手机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厂商说 我具有生产苹果手机的比较优势 你只能说 我具有生产苹果手机的 某一个部件 或者某一个环节的比较优势 因此呢 全世界的产品 都变成了价值链的结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给你带来的新的机遇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是说 我们的产业部门最起权 这是全世界最起权的 联合国把世界呢 所有的工业啊 分成不同的部类 可以看到两位数的大部类 三位数的中部类 四位数的小部类 那么中国呢 在这三类中呢 分别占有最高的份额 也就是说 中国产业最齐全 最齐全的含义呢 就是说 在世界的价值链中 中国在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部类 都有自己的存在 因此呢 说世界贸易 从产品贸易 到价值链贸易的转变 使得中国越来越 具有产业的穿透力 生产要素的穿透力 和技术的穿透力 目前为止 说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 已经是价值链贸易 所以呢 这是我们未来的机会 你必须得在 所有的价值链中 找到你自己 能够介入的这个优势 那么第二个拓染板呢 是刚才我说到了 验证模型 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 它的劳动密集性产业 转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那么现在呢 到了中国就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是一个 大国 我们叫做大国效应 大国效应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是说我的变化会引起全球变化 一个小经济体 是吧 比如说哥斯达利加 它发生任何变化 也不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那么第二个呢 是说我的变化会没有替代者 我劳动力成本提高了 我不再能够生产 那么多劳动密集性产品了 那么谁来替代 人们说有印度 有孟加拉 有越南 是吧 有非洲 其实把这些国家加起来 也没有我们这么多 适合的劳动力数量 那么印度虽然人也很多 但是劳动力的数据成分 比我们低很多 因此呢 说很难替代 短期内很难替代 那么第三个呢 是说大国效应 体现在国内区域之间的差距 巨大 会比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更大 那么因此呢 说验证模型到中国这儿 就从过去的国际版 变成了国内版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业 导动密集性产业 在转移到其他国家之前 还有足够的机会 在国内 中 东 西 三类地区之间进行转移 这给了我们一个足够的时间窗口 让我们继续保持一定的非调优势 所以你需要认识到 这也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点 这个图呢 我只是显示一下 从我们产业转移以来 我们中 西部地区的 这个出口占比 已经明显地提高了 这也是这个国内版 验证模型的一个结果 第三个拓展版呢 就是说 从过去我进行国际合作 国际外商投资 贸易也好 考虑的是供给侧 也就是说 我买你的产品 是因为你生产这种产品便宜 我到你那投资 因为你可以生产便宜的产品 然后呢 卖到国际上去 但是呢 现在呢 也越来越考虑到需求策了 是说 我为什么到你那投资呢 因为你那有足够大的市场 那么中国呢 就是有足够大的市场 第一 中国14亿人口是全世界最大 第二 中国还有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我们现在说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 未来还会扩大 我时候会讲 哪些群体是未来的中等收入群体 你有这么庞大的市场 我舍得放弃不用吗 那么我们也知道啊 美国现在在打压我们 它在技术上和我们脱钩 在供应链上跟我们脱钩 那么加上呢 一些新冠肺炎中呢 全球的供应链断裂 有些国家发现呢 说现有的供应链关系呢 不太安全 所以我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特别是别人拿着这个篮子 这就很危险 所以他们觉得呢 有一些具有安全考虑的供应链 应该回归本土 或者至少分散化 那么这个呢 就造成了一种对中国脱钩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也有不利于他们脱钩的一些考虑 那么说 如果我跟中国脱钩了 中国这么庞大的 不断扩大的消费者市长 我就不能加以充分的利用 我们现在讲双循环 说我们国内大循环越发达 其实国际大循环也就越发达 因为呢 你能开发出你的消费需求来 它对你进入国际大循环呢 也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因此呢 它也成为我们比较优势的 一个新的拓展版本 这个图啊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18.2% 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6.3% 而中国的消费占世界消费的12.1% 未来怎么变呢 就是从12.1%逐渐的向16.3%靠近 16.3%逐渐向18.2%靠近 那么你的消费占比 如果和你的GDP占比一致了 就意味着说 你的生产的表现和你的消费表现是一样的 你的经济增长反映在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上 同时你的这个消费庞大市场的作用 也就充分发挥了 那么你再向那个人口占比前进呢 就意味着说 中国的人均GDP越来越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两个比重不一样 就说明中国的人均GDP还不是世界平均水平 那么你越来越接近平均水平 超过人均平均水平 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谢谢大家